好 慢吃 印同事要求 就要介紹一下這個 瑜伽環 其實現在市面上有很多種 但我的這個瑜伽環 我是請香港朋友幫我買的 那好像這個牌子 目前我只有在香港 有看到他們有進口 然後有很多種顏色 我選了一個這個白色 它有很多種功用 其實它也是開胸的功用 如果你有開胸的話 也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 你的頸椎後面低處 然後手腳往後 我現在是衣服比較鬆 所以它就是這樣往後夾的時候 你的這個 我都叫它翅膀 翅膀之後它就會往內夾 這個動作其實是如果我是穿背心 大家可能比較看得到 然後它也可以像 我們不是要做這個動作嗎 然後有時候大家自己這樣拉 只能拉到這個程度 它可以勾在這邊 然後你就可以 拉得很深 就可以看你自己的狀態 把它拉得很深左右拉這樣 然後呢 它也可以就是 你這樣直著這樣子去 就是它等於算是你的一個 支撐吧我覺得 就可以拉到這個側腰 因為我們自己這樣拉的時候就這樣 這樣的話其實拉不到 那可是因為它有一個這個距離 你必須要保持在這裡 所以它就可以這樣去拉 因為我這姿勢不對 我覺得可以用 如果你跪得了 可以用櫃子這樣去拉 拉側邊 對做一些拉伸的 現在大家都是工作很忙碌 其實有時候肌肉是緊繃的 所以其實拉伸有時候也挺重要 我自己也是在忙碌的時候也會忘記 所以它就放在你一個顯眼的地方 然後跟我剛才有做的還可以拉 拉大腿後側 我們一般自己就這樣了對不對 這樣其實就拉的效果也有限 所以就可以讓你這樣子拉 哇 現在這樣就很緊 其實大腿後側也是很需要放鬆的 就可以這樣拉 其實腰後面也可以 也是這樣側面這樣 這樣子拉 也是會做到背 也是會做到背 我覺得女生的背肌會比較弱一點 然後就除了它可以拉伸的話 可以稍微練一下背肌 可是都算是比較緩和的啦 因為如果去做重訓 是你的那個背肌還是會有重量 還是會比較重 所以這個的做法都是一些比較 緩和型的一種訓練方式 其實還有 你可以抵在屁股在後面 可是也要去尋找脊椎 尋找脊椎這樣子就是在腰對不對 然後也可以這樣左右轉動 它其實也是在按摩裡的腰的筋 這樣 然後甚至繼續往下 就是可以到背的地方 這樣躺著 然後也可以左右 它也其實是在按摩裡 脊椎兩側的肌肉 但是我覺得一開始這個動作 我覺得如果大家比較硬或比較刺激 可以先從化身就開始 好啦 分享完畢 再見